Hello, 大家好, 我是桑普, 晚上, 7 月 8 日的晚上, 希望大家睡眠 希望大家就可以收到桑普的频道, Comment, Like, Share, Subscribe, YouTube, Patreon, 每月定額可以撥捐 我会将全数的Patreon的款項撥捐这个台湾香港协会 还有我们希望大家看完这些广告, 看完影片, 利用Superfans Function 赞助課金本人 和 Comment, Like, Share 给其他好友 那我们说回什么呢? 说回拜登, 好不好呢? 事实上我上次讲了之后, 有些新的发展 那原先就会觉得他所谓的民主党左派里面逼供的声音 可能去到某个位置会停, 譬如说克林顿、奥巴马 他们本身都会力挺这个拜登, Jill Biden, Hunter Biden都力挺他 其他人都会众声拱照 殊不知, 越来越多料爆, 而爆这些料, 即是越爆越多的话 我想会牵涉到一个很大的问题 即是说, 这样爆发呢, 他怎么算啊? 这些爆发的东西不是右派的人爆 你掉了, 但是他当 lif meta alone, careers 特朗普说特朗普说在那场辩论会之后 整个礼拜都没有批评过拜登 之后他会在Truth Social那里有说过 拜登是for American destruction, make China great again,就赢于他 但基本上的力度完全跟以前对于拜登的力度没得比 好像说共和党右派坐山观虎道,看自己怎么死 但看到民主党和左派圈子里面闹得沸沸扬扬 而很多东西接连地爆料,这些爆料都是左派媒体爆 而于是左派媒体爆,你会看到有很多很多的纽约时报 时代杂志越爆越多东西,那这些是不是他们言论最有部份 清心直说的东西,或后面一股势力在不断牵线,不得而知 你问我,我站在习近平沙盘推演这条棋 我是习近平,我会怎样看呢?我一天搞走拜登,为什么呢? 拜登在输紧给侵侵,不然就输紧了,那你要换仗嘛 现在这样搞的,你不换仗怎么办?所以根本上用其他方式来做 你不换是死紧,换的话就有机会有可能翻身 但你问我呢,都很难赢 共产党做这些垃圾决定,其实都不是第一次了 干预美国选举,干预台湾选举都不是第一次了 你想想,当年换红手柱,国民党的地方,搞到换柱风波 结果一获足,是吧?最后韩国瑜都算不了了 好了,最近这一次,南白打算合了 找马英九去了,打算牵着手 这个侯友宜,国民党的,民众党的这个 这个什么鬼,柯文哲两个牵手 打算合作到,谁知道柯文哲就是不行 但是,最后反悔 虽然你说共产党做这些事情不一定成功 尤其他要长臂地在后面施展一些影响力 分分钟输的 当然,现在你这样搞法,我都说了 你就算换谁去选,都会输给侵侵的 左派有些媒体说,只有一个而已 50%和41%就是这个Michelle Obama 但第一,他根本不想选 第二,这些民意调查是做出来给大家看的 换谁去选都会输的 毫无疑问的 大家知道Michelle Obama就是Barrick Obama的傀儡 就是这么基本的 怎么可能还给他有机会算得到呢 所以去到今时今日已经是玩完了 不过共产党觉得有赌未为输 今次你不行的 我就找不到你这个 今晚打老虎去对抗这个川岛方子 我都会找你一个人 找丁力上阵去对抗川岛方子 就是这样的想法 就是他是这样的想法去看问题 所以你看看这些东西是水很深的 不是这么简单 但我会看回整个左媒 是最近为什么爆料讲这个拜登呢 拜登最近在这个首轮辩论 大家知道CNN自己亲自要求 亲自设计规则的这个辩论 居于弱势 急于证明适任 而反而越弄越糟 你已经在外面回来 六日 起码六日 在马里兰的大卫营 密集训练 有充足的休息 你不可能耍赖给其他人 炒了你的竞选办的重要主任 然后还自己呢 在那里猫哭老鼠架 持续一切错 一切错都是我的错 最坏都是感冒 我没有COVID的了 但我最坏都是感冒 最坏都是累 我就觉得如果你这么说 很奇怪了 如果按照这个道理 你温柔四海陷去这么多国家 周游列国 和各国的领袖 正要会面 那么你这样的身体状况 你都要去 不得了 人呢 你一是病 不行 就不出席 你病就取消这个辩论 是不是 你去的辩论 无论你病也好 不病也好 所用的标准是一样 就是等于你今天 你今天100米比赛 打打球 游泳 人家会不会觉得你病 所以我们就宽容你 加分给你 同情分给你 没有 你病 不行 不想失礼 你就退赛 游泳退赛 其他召斗 你就没有金牌的了 但起码这一场 一对一 你都可以重赛 有九月的 所以你怎么都说不通 拜登这样做法肯定很有问题 7月5号 再爆个口误 她的口误是什么呢 说她自己是第一位 辅助非裔总统的非裔女性 自己是第一位 辅助非裔总统的非裔女性 What the seven year talking 就是用白话来说 你是辅助黑人总统的黑人女性 说你自己的黑人女性 是辅助黑人总统 历史上有这样的事吗 喂 这个你说真的 你说 你又要捉他自失 不好意思 我在其他 你历任美国总统 包括特朗普在 你怎么可以捉到这些自失 于是乎党里面 质疑声浪更加大 最新消息的外媒报道 由白宫访客几度表示 证实 柏金逊政的专家 已经八次进入白宫的官邸 并曾经会见拜登的私人 医师 纽约邮报六号报道 柏金逊政的权威专家 Kevin Kanner 就在2023年8月起 去到现在 已经八次进入白宫 最近一次 在今年1月17日 会见拜登的私人医师 Kevin O'Connor 加上 拜登近日在专访中 再度拒绝 做认知测验 他说 我天天都在做认知测验的了 我见这么多人 发布这么多文件 看这么多东西 见那么多官员 打电话什么 你看最近打电话 那些什么奈塔利亚湖 我也跟他说过了 证明到我怎么样 我每天的工作 证明我有认知 我怎么样 那如果这么说 那你去面试的时候 你可不可以 跟那个考官说 我不会跟你做什么翻译考试 我不会跟你做什么 书面的考试 不会的 我每天做的事 就是做书面考试 口试都不用 我每天做的事 就是做书面考试 我现在转工 我原历的工作 我每天都在做的 我不用你考我 可不可以这么说呢 就是我想这个 Cognitive Test 是最简直的东西 请问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Joseph Biden 你多少岁 我是八岁还是八十一岁呢 我先想想 八岁还是八十一岁呢 那你就有问题了 是不是最基本的东西 做认知测验 是不是 那你拒绝 接着呢 还要有这个柏金逊专家 八次见你的私人医师 引发外界对他的心智状况的揣测 Kevin Carnard 这一位人兄 基本上是柏金逊的权威 在华特里德执业 是将近二十年 由他在商业社群领英 就是LinkedIn的字述 由2012年到现在 是英学专家 所以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柏金逊 或是艾滋海蜜症 就是这个老人痴呆 还是有其他的精神的问题 但起码之前我也说过了 最近十八个月 尤其是最近六个月 认知衰退情况比较严重 那怎么做第四十七任总统呢 你今时今日 按照宪法修正案第二十五条 都可以被两院扔下台 所以今时今日有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是什么呢 我觉得现在好像很多人礼真要下台 因为现在说到的东西好像没有弯转的 爆料是通街都可以 是的 我沙盘推演一下 这个问题是大家逼到拜登 要他下台 这个机会呢 存在 但我认为 Plan A就是他继续选 OK 这个依然是50%以上的机会 Plan B呢 就是说逼他下台 因为他的深层政府呢 尤其是他的幕僚呢 那个所谓的顾问团呢 其实基本上就是深层政府呢 逼他下台 第二样东西呢 这个情况呢 你要看回Clinton 和Obama有什么的态度了 因为他们是大金主 后面都有很多的集团 后面呢 影响到这些财团的投资 尤其譬如迪士尼 已经说呢 他不会再 你拜登不下台 不会再捐款支持民主党 就是你要拜登继续选 不换人 就不会继续支持民主党 说得很重要的了 不迪士尼 不是最大的金主 OK 但他可以说话呢 他想说出他自己对极左派的支持 这个东西呢 我们要密切关注 Plan C是什么呢 Plan C就是说 一帮人砌他下台 劝不了你下台 你自己不怨下台 Plan B是你自怨下台 Plan C就是说 砌你下台 什么叫砌你下台呢 宪法修正案第25修正案 宪法的第25修正案 就是叫做 没有办法去 就是你的精神状态 没有办法继续出任总统了 那经过两院的表决 砌你下台 那当然啦 砌你下台 那不需要重选的 按照美国的宪法呢 的机制呢 就由副总统继任 那由现在 去到这个 这个1月20号呢 还有这个所谓的半年时间啦 这半年时间的话呢 分分钟呢 就会搞出很多东西出来 那顺势就是说 喂 那Kampner Harris 占任总统 跟着找他来成为了总统的候选人 整个舆论呢 可以全部洗版 将这个所谓的痴呆老人呢 扫在一边 接着找一个呢 掩掩上升的极左派 Kampner Harris 哈里斯 中共叫他贺锦丽 全部的中文媒体 贺锦丽前贺锦丽后 跟着就说他呢 这个是未来的民主党代表他选的 就是代表民主党选的 这个总统候选人了 因为他是正式的总统 然后希望呢 4 more years 这个就是会出现的情况 OK 那这样东西的话 看回呢 他会不会 Kampner Harris会赢呢 他大概的 那个情况会比 拜登知会更加差 OK 所以你说 这样的情况 是不是就是 你换人代表OK呢 民主党都未必的 就是他可能 做什么C 觉得都是没有胜算 所以fall back to A OK 所以我认为A的机会 现在都是最大的 这个就是我的问题了 这个就是第一 有柏金信政的权威师专家 八次进去的地方 去白宫里 基本上是帮拜登看 不是看风水 看病 OK 另外呢 这个问题越来越大了 6月5号 美国的总统拜登 接受ABC 美国广播公司的专访 22分钟 那我都全程看过的 那 Stevenopolis 就是给他的一个专访 这个22分钟 其实那个记者问得很尖锐 我整个新闻过我看过 我整段片我都看过 我发觉拜登真的完全呢 不行了 完全不行了 没有 他不单是有时候答非所问 甚至说话是有点口疾 口吃 就是叫做顿口顿舌 而且呢 他没有一个创意 与合一种vision 给别人 他只是不断说 自己好碟 川普是一个卖国策 算了他就惨了 我自己是 全部那些一切荣光归于自己 我想这件事情的话 是不是真的事实呢 我觉得不是 OK 那么他在22分钟的专访 他终于坦然 6月的辩论会表现欠佳 就是他知道是做得不好 但自己的状况都是好 就是换言之 他不觉得这个持续的条件 而只不过当时 那一祸 一次过表现欠佳 面对不断来袭的退选声浪 拜登说 唯有上帝延生劝退 才会照办 就是说 随便你上帝劝我 就是好像林郑说的 上天堂留了个位置给我的 除非上帝劝我走 其实上帝会劝他走 他说有就有了 他说没有就没有了 才会照办 我经常说 这些所谓的天主教徒 什么基督宗教信仰 无妄夫主之名 是吧 我们从小学到中学都讲过的啦 获获有不行就达上帝出来 我们去恳求上帝帮忙 我们信仰上帝 我们对于这个未来的前景有希望 我们有乐观 上位希望 绝正确的 我们要谦虚正确 但不要说 上帝要我退 我就退咯 喂 你当是求观音 观世音 大菩萨 黄大仙 你什么呢 总之他叫我退 我就退咯 各位 我们的宗教信仰不是基于这些灵因的 灵异的一种信仰 No OK 即如果你这样说法 根本上已经去到这种 即是叫做夜半三点钟那种境界的 是吧 什么叫做唯有上帝延伸劝退 才会照办 即是说 谁都叫我不动 意思是这样 会参选到底 这个就看他多紧 我觉得他参选到底机会高的 但你不要推个席后 唯有上帝延伸劝退 才会照办 It's really 即是觉得unfaithful 即你是叛教的 这个是犯十戒的 OK 拜登和川普的首场电视辨论中 拜登表现不佳 贫贫贫结结巴巴 看起来精神不济 令民主当内感到焦虑的 这个焦虑呢 即期待有志 事后他接受专访时表示 那场辩论事先准备未迅从直觉 就是相信 没有相信直觉 他说还因重感冒影响表现 而且两趟欧洲行 他当晚很疲累 那跟着其实 那个主持人已经问他 你已经回到大卫营 休息六天更疲累 这个又病了 就是这么说 拜登在专访中 批评川普是病态的说方者 又说这些 只用侵侵变论时杀了28个方 这些说法完全是 你不断说的 我只是说他根本上 说这些方话是什么 你逐个摊出来看是什么 有些是真 有些不是方话 就算是方话 我只是说 那些方话是否无相大雅的方话 CGP is my good friend 这个方话 这些无相大雅的东西 是要这样大人的 你难道说我要杀死习近平 我要杀他 独裁者 第二个摊下车杀他 你不是这样 就是你不会这样 就是你跟那些恶势力丢 你要找方法来丢他 所以我就觉得 跟那些智商低的人 没办法说话 因为他没办法有幽默感 还有有一个全局观 没办法 我就说 这个情况说 杀28个方 那我问你拜登杀了多少个方 有没有人统计过这个问题 大把 是不是 尤其川普即使被关麦 就只能大喉大叫 令他分心 最坏都是他大叫令我分心 不好意思 规则是这样 他关麦 但不能禁止他说话 and you know it from the very first day 你参加过联校中文辩论 英文辩论比赛的 都知道是有些这样的人出现的 他没有违规的 关麦 关麦 可以怎样 你不可以掩住嘴 那个楼坊一 一刻暈倒在这里 最好就是这样 他说我意识到自己失控 我看不到他失控 我看到他痴恶 由于拜登在辩论时 看起来精神不济 主持人询问拜登是不是需要 是不是愿意接受独立的精神 神经认知 就是Cognitive Neurological的医疗评估 并公布结果 拜登就说 没有必要 他身为总统每天都接受认知测验 收棋了 主持人 跟着就询问 如果民主党大佬 说拜登会害民主党 丧失联邦参议院多数的时候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是不是愿意退选 拜登就说 他们内部长谈过 没有人要他退选 反而说 这是假设性问题 一大堆众议员已经站出来 起码五个六个站出来 说要你退选 迪士尼那个金主 跟你说要你退 为什么没有人要他退选 你那没有人是哪个范围内的人 是没有人要你退选 是不是只是那些要支持你 你继续参选的人 那个范围里面没有人要你退选 这个就是Totology 是不是 就是叫做Tototology 循环论症 反而说这个是假设性问题 他说我不回答这个问题 这个不会发生 拜登就表示 他促成了澳英美三方安全伙伴关系Aucus 令到日本增加防卫支出 并使外国对美国投资增加 他说有16位 德布尔经济学长得主 已经提到背书 我有几多人答码 有人支持我 16个经济学长得主为我背书 so what 就是你要这些 你要这些什么意思 那不是16个选你 那就是16张票 说完了 反观 你要我相信这些权威 是什么意思 你要这样达到 别人都可以打一堆的 其他的诺贝尔长得主 跟你一起斗大 斗大有什么意思 means nothing 反而说 川普会导致美国经济衰退 我就知道 川普执政四年 美国经济复苏 你执政四年 美国只是通货膨胀严峻 最近又回落了 但都不及得上2021年那个低位 跟着最经济有衰退的情况 那你说 那你说到处的人睡街 睡街的人有 但不是到处有人睡街 不是说整个好像小丑那里去那样 美国全部都哭打哭杀 出去经常被人劏啊奸啊杀啊 不会这样 就是美国不去到这样的情况 不像中了中共这件事 不是啊 但是你事实上你管治的美国 令到美国真的差了嘛 不是怎么会那么多人人心思变 到现在民意调查都是侵侵稳定多数啊 不过呢呼吁美国总统拜登退选的声浪越来越烈了 继Netflix历史历之后 Netflix历史历是两间主要的华尔街或者直谷集团了 近170名民主党金主和商界领袖联储要求拜登要退出这次的选举 防弃争取连任 此外呢民主党籍的联邦参议员也都正组团要施压给拜登的 所以你说他的情况已经屋漏蝙蝙蝙蝙蝶夜雨 我看完他整篇Stefanopolis在这个ABC对他的22分钟的访问 我觉得拜登根本上讲尽谎言 就像当年尼克逊 当时共和党的尼克逊 讲尽谎言一样 这种情况的话 我是不分你什么左派右派 你说是真话假话 有眼看的嘛 不要将拜登标签成为老好人 It's an old con man not old good man old con man 坏人 old bad man con是bad的意思 old con man 也都是old con man 而不是old good man 要搞清楚这种东西 他的腐化贪污 然后你说 你抹黑他什么什么 Let's see 未来几年很多的东西 你自己看下去 我就说 他的儿子那些东西 不只是一件东西 不简单 很多东西会出现 好了 接着下来 就是说 拜登有个夏威夷州的州长 George Green 就说给美联社APC 总统拜登 可能在未来几天之内 决定是否继续争取竞选年任 美联社的报道说 拜登最近和民主党州长会面 George Green 夏威夷州的州长 也都是南州 就是民主党的大本营 就是与会制之一 而葛林的家人 George Green的家人 和拜登已经相识多年 Green就说给美联社 如果拜登决定退选 他相信拜登将会指定副总统 Kammer Harris来接替自己 接替自己 另外Green还说 我认为总统会留在这场选战 除非他觉得无法胜选 或是他觉得 必须聆听自己核心圈的声音 核心圈告诉他 不应参选 这个George Green就说 如果总统觉得他无法胜任 而且确实无法适任 他将会退出 他提及 我们大概未来几天就会知道 总统对这一切的反应 现在就在攻击他 大家在做一件事这样做 你问我 我到今天都认为拜登是不会退选的 这个是密切继续关注这个局势的变化 但这个是我7月8号的夜晚 所做的一个预测 另外最后一点想和大家讲的呢 我们很慎防一件事 就是美国现在显示到一个这么弱势的总统 而拜登 哎呀都是全世界的一哥 那你一哥这样的情况 大家都会觉得 哇 玩鬼了 所以川普在很多的造势大会的时候都讲过 记住一件事要警告全世界 你们不用只在五个月六个月时间里面的造反 就是I warned you so I tell you so and I will do something to make you regret OK 这个就已经讲给全世界知 不要轻举妄动 知道拜登睡 带你们全世界的地方造次的话 美国不会放过你 如果中国打台湾呢 我会核炸北京 that's it 讲给你们知道就是轰炸北京 Bomb Beijing Storm Beijing Fire and Fury Nuclear Weapon OK 你想要多少 大你 我的button is bigger than you 是这样去对习近平的 你这样打 我敢打死你 你敢打我 我动我的毛 我整个国家将你灭掉它 OK 这个就是他的底气 我会觉得相当好 但是你看看拜登 他这样的情况 怎么搞 怎么可以再维持 所谓国际上的盛位 而且 你要记住 今时今日 去到11月5号 是一个阶段 我认为这个都是 比较少的风险 最大的风险呢 是11月5号 去到1月20号 这期间 因为如果彼此的 所谓的差距很小 或者有选举争议 这个选举争议 是哪一边都有可能的 2020年那一幕 又有可能发生的了 无论你们左派的 右派的人 失去这个道理 都可能会在这个地方 有一个很大的分化 而那一刻 美国乱那一刻 全世界开始造次 即开始搞鬼 这件事 我感觉最担心 所以我认为最得人惊的 不是由现在去到11月5号 是11月5号 去到1月20号这段期间 大家要小心 那段时间发生的事 那台湾当然也要小心 这个是 所以台湾相当有关系 美国媒体呢 Barrons 巴龙周刊 有专闻作家 Isaac Stonefish 即是叫石鱼 7月7号 就是刚刚过去的昨天 赞写文章指出 美国大选之后 如果出现权力增空 就会带给中国 美国俄罗斯等独裁者 梦寐以求机会 而中国国家主席 习猪头 也可能会将这场混乱 视为入侵台湾的时机 这个Stonefish 石鱼 就是顾问公司 Strategy Risk 战略风险的创办人 兼执行长 主要研究企业在中国面对的风险 今天一篇文章 《混乱的美国选举恐及中国带来机会》 分析美国选举后 对两岸情势 即是两国台湾和中国情势的风险 在文章当中石鱼一开始 就先假设了大选后三个情况 共和党的侵侵当选 这个第一个 第二个就是民主党的拜登 或者他退选后的计任者当选 但侵侵不接受选举结果 第三个情况就是因为票数太接近 而出现chaos混乱 石鱼就指出 最后一个情况 是将会使到俄罗斯 北韩 土耳其 沙特亚阿里巴巴等国家 能够推动一些美国可能反对的 全球或国内的变动 即使好像是以色列 菲律宾 日本的民主盟友 也都可能会利用 权力真空的时间 实施对美国的反对政策 即是搞鬼 作反 最令人担忆的状况 可能是来自北京的 中国的 他说 美国恐怕难以想象大选之后 会出现混乱 而中共总书记习猪头 会利用这个空窗期 视为入侵台湾的最佳时机 解放军可能夺取金门马祖 或者以网工瘫瘫台湾的关键基础设施 但拜登和川普可能都会因为缺乏国内的民意支持 说国会怕变成为第三次世界大战而反对 冲而无法参战 所以这段时间是关键 不可以令国内的纷争 导致扩散到对外交政策的 立落 协懒 这件事的话 怎样搞呢 这个需要一个 contingency plan OK 那石鱼就表示 这些行动可能预告着更大规模的invasion入侵 2014年俄国占领了 Primia 即哈利米亚 经过8年才发动了全面入侵乌兰 或者北京中共可能会无预警展开决定性的攻击 好似试图刺杀赖青特总统并轟炸台湾 如果发生这些情况 美国总统需要迅速反应 进攻之后国会才能正式宣战 但实际上 以至以来 美国的每一场战争 都是美国总统所推动的 所以总统的地位举足轻重 台湾的入侵 无论成功与否 都将重塑世界 但是时至今日对于企业和投资者来说 缺乏应对计划是愚蠢的 这是石鱼的结论 OK 我想大家就要听这些说话 言者敦敦听者妙妙 我们希望各位都明白 明辨是非守护公义 好了 今天时间差不多 我们明天再会和大家讲其他的议题